看看Omega新款的蝶飞,40尺寸,即是不大不小,都不會做得很大,不會做41、42的 差不多,尺寸就差不多,但特別的地方就是表面的設計 第一,表面就很清淡,這隻綠色,我覺得它調校得不錯,很清脆,薄荷的感覺 但最特別的地方,其實有很多東西特別的 這隻錶真是彎面彎針,你看到這個秒針是不是在邊緣位置彎了下去,彎了下去 因為它的表面也是彎的,你看到配合起來,加起來那隻 也做到我覺得算是挺長的分針 有時候很多品牌的分針就不算是很長,它這個就剛剛去到路軌的邊緣 其實也是兩個賣點之一,即是時針和秒針的序 也都是彎了下去,很配合那個表面 整個綠色就做了一個太陽拉沙紋 另一點我想提一提,就是它那個Logo 雖然它沒有字針,但它那個Printing 是跟以前的做法有點不同 我覺得是有一種銀色的感覺 就不是白色的,有些銀色 有些少少...很難形容,這個你要親身看就知道 另外,之前的做法也有的,也不是最新的 但沿用它這組的拱形頂頂頂的一種金屬字針 剛才你看到4點的位置,也是很拱 也是整個DOOM形,配合整個風格 臨面的設計是其中一部分 後面也是很多東西看的 這個新裝的扣子也有更新的 它用的機身是8880 跟一般上一代2500的做法不同 有幾個好處 透底,吸引一點 透底得來,是一個不錯的機身 No.880在其他什麼款有用呢? 就是這個海馬系列的SMP 300米潛水 就是用同一隻機身 就是這隻8880 所以感覺上,就把整個Devue 一個classic 款式 好像帶到有一點點活潑 有一點點運動 那種感覺 硬朗一點 但是前面又是很棒 所以整種感覺又有趣 更新是對的 我們都希望品牌每一年 不同的產品有些寸進 有些改進 無論是大的改進 還是少的改進 那購是更新的 你看到這個雙彈弓 實心的一個接購 並且我看到陶瓷彈弓波波 這個也是要賺一賺它 當然啦 它加了這麼多東西給你 價錢當然是和之前那一代有所調整 這隻Bill的工價是$83,700 這隻是6隻棉